亚洲文化 多年以来 亚洲文化一直以其悠久的历史 丰富的内涵而深受世界各国的景仰 而近年来发掘的大量出土文物 更是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随着复古风潮的掀起 许多富有的亚洲民族特色的物品 也渐渐受到各地人民的喜爱 这间位于荷兰村购物中心的小店里 陈列着来自亚洲各国的珍惜物品 每一件都富有民族特色 令人爱不释手 这里大多数的商品 都是从印尼 泰国 缅甸和尼泊尔运来 有些是当地土著们 进行祭拜活动时的用品 因此蕴藏着浓郁的原始风情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 都市人的生活 也已经被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些纯朴的手工艺品 是人类感情的自然流露 是没有经过过滤的原始文化 这正符合了当今流行的 崇尚自然的主题 从这些来自亚洲各国的神像中 不仅可以隐约找出当地人的面部特征 也可以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至于业者说 每天到这里的顾客都络绎不绝 他们之中有的是为亲朋好友挑选礼物 有的是选择摆设品做家庭装饰 有些则是为了丰富自己的收藏 还有些是艺术家 他们是因为喜欢这里的环境 而成为这里的乘客 他们置身于琳琅满目的商品中 欣赏着一件件工艺品 会发掘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创作灵感 除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 这家小店还搜集了大量的灯饰 这些灯饰形状各不相同 颜色丰富多彩 既有雍容华贵的古典型 又有风格迥异的现代型 每一件都可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 令人赏心悦目 如果你想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的话 不妨来这里走上一回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家居生活的品质 各种各样的家居装饰品也应运而生 这家小店就专门出售可以布置桌子的装饰品 这里的装饰品来自亚洲各地 因此含有浓厚的文化色彩 可是您也能发现 这其中又透露出前卫的时代气息 这些陶器和瓷器 以朴实的风格让人耳目一新 但制作过程却不简单 从花纹图案的设计 到烧摇时颜色深闲的掌握 都是一门学问 把装饰品买回家 如何摆设也是一门学问 如果装饰品和房间的颜色不相称 或者摆放的地方不恰当 也发挥不出应有的效果 这些五颜六色的碟子的图案 富有创意 色泽鲜艳亮丽 每一件都有其独到之处 通常消费者都不愿意拿来使用 而是把它当作摆设品 由于碟子本身具有收藏价值和艺术价值 因此价格不菲 有的甚至高达新币数百元 不过既然是出于名家之手 家居环境与格局 如果光平一时的喜好而购买 也许在摆设时 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些小小的桌子饰品 虽然不是很奇言 但是从中 你也能够认识到不同的文化 接受艺术的熏陶 对于提高自己的修养 陶冶情操 也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格兰村聚集了数不尽的各国籍人士 在这里您也可以看到各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景观 像这家民族店就汇集了来自中国和其他临近地域的民间艺术品 小小的店铺散发出浓浓的民族气息 民族店业主从小就喜欢搜集古老和具有纪念价值的东西 从老祖母的绣花鞋到各种精致的钱包 越积越累 它的收藏越来越丰富 为了让更多人能分享它的收藏 这家民族专卖店就因此胎张了 民族专卖店以售卖纺织品为主 服饰、香囊、古代图饰应有尽有 装饰品都秀有非常精致的图案设计 色彩璀璨、做工细致 牡丹、杜鹃、荷花图像 唯妙唯笑地绽放着 象征了富贵、和平和安详 这是一对清朝官员所喜爱的香囊 距今已有近150年的历史了 这是一个木制的眼镜盒 这些原属个人收藏的精品 如今展现在众人面前 好像诉说着那个年代的故事 引发人们无穷的瑕疵 每一件艺术品都凝聚了 制作者巧妙的构思和细致的手艺 把漫漫的岁月和当代的情怀 都倾注在一针一线 这个小小的空间 弥漫着对传统文化的执着 岁月的眷恋 让人怅然 令人瑕疵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位于牛车水克纳街的这间古物店 却执着地保留着自己的生存空间 虽然与周边现代化的环境 有些格格不入 但这里的生意却是蒸蒸日上 许多人都喜欢到这间店里来逛一逛 注意以下逝去的岁月 他们从这里找到许多 在他们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一些小东西 尽管有些人只是为了赶时髦 才收藏古董 有些人则是把收购股物 当作一项投资 但这间置身于繁华都市中的小店 却自有它的生存意义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 都好像是你曾经随手丢弃的 然而重新看见它 就像是一个几乎快要被人遗忘的世界 突然间又在眼前活了过来 经不住惊喜交集 而那种感觉又像是在不经意间 遇到了一位久违多年的老朋友 千言万语哽咽在心头 不知从何说起 泛黄的照片印满了时光的纸印 结婚证书虽然旧了 但那些象征吉祥的印花却依旧焦艳 因为它们永远是海事山盟的见证 破旧的风琴已经颁布五光 然而它所做出的蓝色音符 却唤起了儿时做过的旧梦 时钟的脚步已经停滞不前 百年的时光只像是一道青纱 落在过去和现在之间 覆不去疲倦的都市人 一份日渐浓厚的怀旧心情 如果能够拥有一两件 放慢时光脚步的小古董 放在手里磨缩碗上 那么对于那些匆忙的 不知日生日落的都市人来说 那么难得的休憩和安慰啊